吃树的心是快乐的 护神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不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快的修行录 尊贵的导师梭巴仁郭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郭切意间独挑起领导部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意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仁郭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美术编辑 有几位部署在我的部门 每当他们来不及在截稿之前交建 或交出的作品太草率 或在办公室浪费时间等等 我都会非常生气 结果我的暴怒伤害了不少人 也损失几位好员工 他们怪怪而去 真的再也受不了我了 请问是否可能不动怒底指证 员工不当的行为 在这种场合之下 我的生气有帮助吗 我是否应当接受就是有人 会为此不高兴而离去 我的称怒可能会如何伤害自己和别人 恳请您在这方面指点我 这真的是修忍入道的一大机会 修忍是为了获得内在立即的和平安乐 思维在我不动怒的当下 就不会伤害自己 不会令自己不安乐 每当心转为恶心 就好比内在的一颗炸弹 在战争中被外在的炸弹炸死 不一定表示会堕入恶去 你可能会投身上界 然而称心的炸弹对你来说 将比任何外在的炸弹更恶劣一万倍 一升起成心就造下恶业 把你投入三恶道 让你不得不在那里受尽可怕的苦难 时间达好几节不可思议之旧 极天菩萨在《入菩萨行》中说 由于一刹那的称心所造下的恶业 使我们长节堕三恶道 我们无法投身到安乐众神之界 这甚至还没有提及我们过去无数生中 由称怒所积造的恶业 极天菩萨还说 一刹那的称心 会毁掉千年以来由布施 供养善事如来等所积聚的功德 总之称心有诸多害处 第一个害处是 称心会令你在三恶道受巨苦 其次是 称心会毁掉长节的功德 第三个害处是 称心会延缓证悟 看你是对谁生气 对谁造恶业而有轻重之别 第四是 称心也会使你来生身形丑陋 修忍则会令你来生的身形断美 如上所述 生气对自己极为有害 光是生气一次都非常有害 由此可以想象 如果整天或好几个星期 好几年都在生气 将是多大的伤害 光是生一次气 就会带来那么多的苦 想想真是恐怖 思维如果我生气 就不能够真正和别人共事 他们会不开心而离去 因为他们对你很不高兴 看到这种情况 也会令你不高兴 还有 你生气会让别人也生气 接着又令你更生气 你让自己变成别人的出气筒 用粗言恶语来伤害你 讨厌你 如果称心越演越烈 甚至会上身 如果你安忍 就不会对友情生气 这样一来 友情只会从你那里获得和平安乐 每当你修安忍而不动力 便是对世界和平做出最实际的贡献 带给世界和内心极大的和平安乐 就其他友情来说 这不仅是为世界上的友情 而是为一切友情带来和平安乐 如果今生能够修安忍 来世就更容易修了 在日常生活中 越珍爱其他友情 怒气就会越少 思维自己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过去诸多安乐的来源 也将是未来诸多安乐的来源 包括菩提道的诸多正量在内 所以要尊重别人 对他们修慈心 特别是那些对你生气的人 总之 结论是 一 修安忍 二 由念恩而爱惜其他友情 三 尊重其他友情 四 对其他友情修持心 这样一来 人人都会喜欢你 支持你 当你的朋友 看到你的心有所转变 进展 会激励他们 他们会感到惊讶 而改变对你的看法 称心的炸弹 称心的炸弹 比任何外在的炸弹更糟糕 我的称心令别人不喜欢我 安忍令我安详 我越珍惜其他友情 怒气就会越减轻 有一位比我资深的同事经常羞辱我和我的工作 我觉得自尊心经常受创 时常会对这位同事反感和生气 不用说 这个情况令我很痛苦 我的表现也就更差 碍于家庭的经济状况 我目前没办法离职 所以我必须找出解决的办法 既然别无选择 我知道应当把这种状况 当作自己修行的一部分 请问我该怎么办 当我们的自尊受伤时 应当随喜 那有多好啊 自尊受伤时 我们应当随喜 而且感到非常高兴 就像普通人对仇人被害 或遭遇麻烦时的反应一样 思维我的自尊受伤 真是太好了 如果你修菩提道之地 转念和菩提心 只要有任何事情 伤害到你的自尊 都应当思维 这正是我需要的 让我的自尊得到 甚至是更大的伤害吧 自尊受伤的越严重 我们就越能够摧毁它 我有一个痛苦的童年 因而很难信任别人 我一直设法不要责怪父母和环境 并且试着去了解我的现况是自己的业 不过 我还是很难相信任何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贪值 旧经验看来 我觉得这非常合理 谢谢您花时间思考我的问题 禅修慈爱 好让你的悲心增长 了解其他友情的苦 主要是切记慈爱 生命中有什么比菩提心更好 我片满大乐 甚至连头发都是 我很苦恼 因为我的朋友不能给予我所需要的 并且他也真的伤了我的感情 这令我非常生气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修宽恕 否则你不会快乐 别人也不会快乐 放下 把那件事情忘掉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要了解 这是你过去恶业成熟所致 然后 想一想其他友情 必须经历的一切不如意 由自己来承担这一切 以便让他们的一切 经历都顺心如意 同时观想他们所有的愿望 都实现了 苦是我过去的恶业成熟的果报 我认识的某人最近故意深深的伤害我 令我苦不堪言 想要报复 我知道这是不好的反应 不过却一直存在我的心中 窥之不去 我该怎么处理这些反感呢 以牙还牙并不是明智的决定 无论如何 他们所做的事会伤害到自己 必定会致死恶果 不久就必须受苦 而且将来多生多世 都必须经历历尽 千万倍于他们所做的行为 他们的作为完全是无知而愚蠢 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 他们是在把自己投入地狱或贱人上 如果你怀着称心反过来伤害他们 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这将令你长久陷入险境 千万身遭受伤害 时间长得难以置信 相反的 为了改变他们 你若以和平的方式善巧地回应 他们将会领悟到自己的过错 你没有反过来伤害他们 就不至于让自己自身于 比现在更恶劣的处境 如果你伤害他们 他们的亲友将变成你的仇人 再来伤害你 没完没了地冤冤相报 这是伤害和称恨导致的后果 如果我怀着称心反过来伤害他们 自己也会受苦 心的秘密 苦乐都造自自己的心 不假外求 自心既是乐因 也是苦本 得乐 喜苦都必须在自心之内下功夫 心就像一个小孩子 需要我们注意与照顾 一会儿的闪失 就会为小孩带来危险 心一有危险 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有了危险 因为你的生活会被无名控制 而陷在业力当中 不断轮回下去 就如同捏手中的面团般 你必定可以随心所欲理 扭转自己的心 你可以这样的修心转念 没有心 眼、耳、鼻、舌、身等感官 所产生的看法 也都不存在 没有心 就没有佛果、地狱、涅槃、生死轮回 没有心 什么都不存在 这意思是说 一切都来自心 我们认为由外在而来的安乐 实际上来自我们内在 来自我们自心之中 问题也一样 事实上 没有任何东西是来自外在 每件事都取决于你怎么想 虽然它或许显得从你的心之外而来 那些只是问题生起的祝愿 让我们内心不安、不平、愤恨等等的因素 是因为生活上在刚碰到事情时 我们就贴上负面的标签 甲利明言、糟 进而相信自己安利的标签 而最后就看到不好的、负面的、不想要的像 我的生活不好 这人不好、那件事不好 因为把事物看成不好的 它就变成不好 而让自己变得不开心、忧郁、气愤 甚至去自杀 男女关系常有这种例子 所以不管是什么问题 最初的谬误 在于自己的心安上负面的标签 根本的问题就在此 我们不把事情看成好的 不会假利明言说 这不错 日常生活上 可以这样分析我们新的造作 看清楚 别人对我们的态度、行为 为什么会对我们产生伤害 那是由于自己的烦恼所引发的问题 而不是自己的慈心、悲心、利他心 所带来的问题 别人是否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 完全都是由我们自己心里去认定的 能体会到这一点 即使生活上一切安乐的来源 看清让别人伤害到自己的根本 完全在于自己负面的想法 一天24小时 看看我们对对象生起什么样的想法 贴上的标签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依据这个 就看到好的或者坏的像 然后对象的好坏便确立 进而产生负面痛苦或正面安乐的觉受 日常生活的一切 就是这样插挪插挪 由自己的念头 自己贾力的名言来造作 由此很清楚可以了解 一切都来自自己的心 因此 想让生活随时远移痛苦 享有安乐 内心平静 就得在平时学习贴正面的标签 不管遇到多大的灾难 事业上的挫败 身体上的疾病 人际关系的困扰 要尽可能思维这些问题的好处 思考他如何利益我们的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又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志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生财 生前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等之佛教同法慈善 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 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新春祈福 恭送金光明最盛王金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食 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1年2月4日大年初四 2月5日大年初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屏东庙云寺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祭礼拜 弥陀宝灿 护生 蒙山诗食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组法 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下旬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有些人觉得 有些人觉得 如果我们去医院 兵役館 或者是去坟墓的时候 会给大家带来美运 但是清明节 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 那师父有何看法 在佛教里面 佛教的精神就在于 要在痛苦的地方 带来光明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在2500年前 选择印度 那个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 人权很低下 那个时候的印度 还很脏乱的地方 他出世了 他降生在印度 就让印度充满了佛法的光明 那些不平等 我们讲说阶级 种性 因为释迦摩尼佛的出世 所以消除了 至少在佛陀的身团里面 不存在了 再来 我们大圣佛教 都很喜欢拜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有痛苦 他就会去什么地方 救度他们 那地藏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 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 救度他们 所以对佛教徒来说 我们不是害怕兵营馆 害怕坟墓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把光明带到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地方会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求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光明的力量是谁啊 阿弥陀佛 无量光的力量 观音菩萨 大悲心的力量 地藏王菩萨 大愿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果去殡仪馆 去医院 去一些不干净的 甚至闹鬼的地方 我们会害怕怎么办 赶快念佛 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啊 这个痛苦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 说有一个房子 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他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区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 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 被那些负面的力量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浊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说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 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 转化成清净 把痛苦的世界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透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好 好 好 不 是 哎 我 老虎 好 哈 你 好 什么 我 我也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